進口的時候為什麼都沒有查驗啊 你這樣不是在又回到 回力標又射到我們的食藥署嗎 食藥署就不驗了是不是 羅一鈞講了一句大實話嘛 羅一鈞說我們防君子不防小人啊 政府的主要功能是防小人嘛 怎麼會防君子啊 政府就是要抓小人嘛 NCC跟蘇貞昌就要抓王浩宇 這種顛倒黑白的小人嘛 誰去把關嘛 那法官就是食藥署啊 你有沒有驗過 你有沒有抽檢 為了暴力嘛 你為不破的標案有嚴重瑕疵嘛 王浩宇你不能漏掉 花肯 才是關鍵 西 OP 老星都標案 拜託的啦 民進 Tch 現在已經加大越大 國家危機就是發國難財的時候 瘟疫跟戰爭 就是國家最大的兩種危機啊 就有 breeding 我們要看 在杭州的僱用人口是7200人 這個是很大的功能 生技公司一才僱用這麼多人 7200人 有人去算過啦 把台灣前10家加起來也差不多是這個人數 所以我跟你講 美國FDA有通過這個快篩 那後來沒有錯啦 是不肖廠商在市場上就會照這個牌子 那這個當然是要抓啊 我同意啊 可是Flow Flat是全球都在賣啊 這有點偷換概念耶 他意思是他現在指控這個品牌是有問題 然後說亮哥你推薦的這個有問題的品牌 這不是是中間的 不管是經銷商代理商有的運用 我跟你講那個Flow Flat是衛福部後來 他公佈20幾種給EUA的快篩都是可以進口的 這是其中之一啊 那個王浩宇你去問食藥署為什麼要把這個列上去吧 那食藥署是根據什麼標準 這個是FDA通過的耶 美國FDA 美國FDA通過台灣怎麼可能不通過 所以食藥署就說美國通過了那來進來進來進來 我就沒有審查了 可是實際進貨有假的嘛 因為他在全球都在賣嘛 就有人開始偽造嘛 就是我們講就是那個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 那個就是 反正有那個假的 天氣強人 反正也不知道是誰做的啦 我猜也是中國大陸啦 我猜啦 就裡面有什麼爛魚沖術啊 那問題就在進口的時候為什麼都沒有查驗啊 你這樣不是在又回到回力標又射到我們的食藥署嗎 因為你想一想啊 我EUA是通過啦 所以 20幾個牌子都允許進口 那進口之後 這個一億季代 那個食藥署就不厭了是不是 都假設都是真的 所以羅一鈞講了一句大實話嘛 羅一鈞說我們只防君子不防小人啊 怎麼會防君子啊 政府就是要抓小人嘛 如果真的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什麼保險什麼檢驗系統都可以撤掉 NCC跟蘇貞昌就要抓王浩宇 這種天倒黑白的小人嘛 這才是重點嘛 重點在於為什麼會有假貨混進來嘛 而不是Flow Flake這個牌子有問題嘛 Flow Flake 後來那個美國FDA 還特別在他的官網上下了警語 所以目前市場上有假貨 可是他還是沒有把Flow Flake下架啊 是啊 問題在這裡啊 那我們面臨的狀況跟美國是一樣的 沒錯 那重點是誰去把關嘛 那把關就是食藥署啊 所以王浩宇這個問題剛好就質詢到了 現在是我們這個衛福部一隊黨 長官都在生病喔 祝福他們找日光復族這樣 羅一鈞 那他們要有人 那你不覺得那個秀美姐姐很久很不見嗎 欸對 上一次什麼快篩說是他跟他哥哥 跟他家人有關係之後 他就再也沒有看到他了 這個事情 吳秀美就要回答啊 請問你有沒有驗貨 你有沒有抽檢 我當然知道一億劑不可能去 全部驗貨啦 那一定要抽 但至少要抽檢嘛 那因為如果有237萬劑真的出問題 我不知道進來的Floaflex是不是全部都有問題啦 因為這家公司我們後來去做了了解啊 他大興事實上去年11月就接了那個 屏東監獄的案子 那他那個案子量很少 可是那時候他是進口韓國貨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那後來就一億劑這個出來了嘛 那不知道是誰跟他介紹啦 就是後來被收押那個執行長 這個黃南進是不是 對黃南進 我猜是黃南進啦 就是黃南進就是跟他講說 他有管道啦 所以要到大量的極便宜的Floaflex 這個有一批很便宜的牛肉的概念是不是 當然是這樣 可是是假牛肉嘛 結果他就為了暴力嘛 進口嘛 總統都講一億劑了 那我們還不趕快上 我跟你講你餵不貨的標案有嚴重瑕疵嘛 因為餵不貨是說以到貨為準嘛 只要到貨之後他就付錢嘛 問題是到貨你不驗嘛 問題在這裡啊 求之不得的還驗 他是因為總統下了一億劑啊 沒有錯我是瞭解那個緊急狀態 急著要把貨分批到市場去嘛 可是你發生假貨 假貨不可能是民眾會有辦法去分辨 政府就是要防小人啊 不然的話政府幹什麼 對 所以這個鍋啊 亮哥剛才講的很清楚 這個鍋怎麼會是亮哥去背呢 好 現在檢方怎麼講 這個王浩宇要去抓小人啊 不然把吳秀梅抓起來嘛 對不對王浩宇 這邊要寫一個吳秀梅 王浩宇你趕快抓吳秀梅說你為什麼沒驗貨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在公布標案的時候 他沒有資格的要求啦 因為資格要求我們台灣 衣財上市公司就好幾十家 那你找他們不是比較穩當嗎 是啊 那他 竟然連資本額 比如說上次那家高層小吃店 資本額只有兩百萬 那大興資訊他是做列表機跟墨水嘛 那資本額只有五百萬 他沒有財務的要求 沒有履歷的要求 就只有到貨要求 所以你只要搞到貨我就付你錢 不管你是誰啦 你只要把我收到 他的意思就是 那衛福部阿中還出來講的真正有詞 他說如果他拿不到貨我們錢就不用給他啊 所以我們不會虧錢啊 問題是你列入計畫 如果人家沒有到貨你的計畫就沒有辦法履歇了 你怎麼會這樣做事呢 你如果是找我們台灣那些上市的衣財商 保證給你到貨 而且他們還會幫你把關嘛 不會讓假的東西混進來嘛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會放縱讓高登小吃店 讓大興這個資訊行也可以介入 那大興又因為那個執行長嘛 他的介入然後又介紹了假貨進來 所以才產生了這個事件嘛 事實上華陽明我昨天跟他同台啦 他還跟我預告說還有另外一家 也是小吃店嗎 不是他說還有另外一個黑心快篩 他說他即將快要出事了 他還在蒐集資料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沒有人把關 所以再重複一次 王浩宇你不能漏掉吳秀梅 吳秀梅才是關鍵 為什麼進口的時候在海關 那個食藥署沒有派人在那邊驗過 後來因為急著小英那個時間性 都是限制性招標啦 全部都限制性招標啦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有關係可以進來嘛 因為他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標案啦 因為他用限制性招標 而且也用傳染病防治法 所以可以 凌駕政府採購法 哇反正 不能政府採購法 我跟你講超過多少錢的 就一定有一定的程序要走啦 他可以完全 不顧政府採購法才能這樣搞嘛 比如說你沒有那個條件 這個廠商的條件的要求 沒有財務的要求 就直接說到握為準 小家老家都標案 拜託的啦 那亮哥到底他的關係 會不會也是個綠油油 因為我看他接了好多 不管是政府的案子啊 然後包括你看高雄市 你剛才講屏東監獄 其實看起來都是 綠營執政的縣市 關係比較好啊 民進黨現在已經加大越大 所以綠油油那個朋友 已經廣集到各行各業了 他的朋友圈拉得很廣 不是啦因為執政嘛 所以很多人就會來跟你交朋友 比如說高雄市執政那麼久 所以你如果要做政府生意 你一定想盡各種辦法來拉關係嘛 對不對 變低樁角 對嘛然後他就會變成這種狀況 所以政府採購法就是要避免這種弊案嘛 所以他就會要求說要有一定程序 然後要有一定的對廠商的要求 你都沒有啊 這樣看起來好像是在趁時間 發這個疫情財子 一個限制性標案 你不用審查程序 EUA 你也說我防君子不防小人 就其實一條綠色的通道就直接這樣子進來 你以後從政久了就知道 國家危機就是發國爛財的時候 任何一種危機都一樣 人命耶這個快篩耶 戰爭也一樣啊 瘟疫跟戰爭 就是國家最大的兩種危機啊 這樣活生生就上癮就看到在眼前 就是這樣啊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喔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